中山崖口村 今次我們來到中山崖口村 就在孫中山故居所作的翠鏗村旁邊 這裏背山面海土地肥沃 是覺得天獨厚的玄米之鄉 亦是五桂山游擊隊的後琴基地 革命老區 來到崖口肯定要吃崖口雲吞 我們的早餐就在一個池塘裡面吃 外面是個普通的池塘 入到裡面就已經很多人在吃 10元一碗的雲吞 裡面就有20多粒 每一粒都吃得出是新鮮現做的 你看村裡的阿婆阿伯 吃到停不了口 就知道是好吃 崖口除了雲吞出名之外 還有崖口煲仔飯 這一間煲仔飯就在村口的馬路上面 而最特別的還是海鮮煲仔飯 在前桌有得選你想搭配的煲仔飯 如果你不知想吃什麼 場上做了一張推薦的清單 我就選了一個煲仔蟹 還點了一個中西合璧的 芝士火腿煲仔飯 雖然聽到名字有點怪怪的 但味道真的不錯 濃厚的芝士 配合煲仔飯的飯香 想不到原來可以這麼好吃 而海鮮煲仔飯就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好吃 可能我就選了乾蝦 掩蓋了整個煲仔飯的味道 所以不是特別喜歡吃乾蝦的朋友 下次就要慎重選擇